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大家比较期待已久的 Vivo的X100 Ultra 还有跟小米14Ultra 还有OPPO的X7Ultra 横屏的对比 其实我之前有给大家 出过一期视频啊 是在线下店面试用的啊 其实我X100Ultra用过工程样机 但是我已经说过了 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包括我在店面里面 仅仅是在现场用了一个小时 就把很多的问题都复现了 所以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 X100Ultra 它相比于14Ultra 还有X7Ultra来说 并不配Ultra这样的一个档次 包括其他两个Ultra 都是四颗镜头 但是X100Ultra只有三颗镜头 虽然说啊 它是一个两亿像素 但是你总会想 使用这一个镜头 能干其他两台手机 两颗镜头的事情吗 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说 我对X100Ultra 并不是特别的感兴趣 但是呢 在X100Ultra 28号发售以后呢 我发现线下的降价 非常的厉害 那我手上这一台 就是在发售之后第五天 以便宜了 一千多块钱的价格 购入的 如果是原价 七千三百块钱的话 我觉得是 性价比非常低的 但是五千九买到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 尝试的使用一下 毕竟X100Ultra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性能 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比如说 它的长焦的4K120帧 还有长焦高像素的人像模式 反正官方也不断的 推出了新的固件 说是修复了 我之前提到了那些问题 但是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 X100Ultra 修复了这些问题吗 那么在讲X100Ultra之前呢 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固件信息啊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软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10.3 那么来看一下X100Ultra 现在的这个版本 640的版本 14Ultra 我现在这个版本 只能够刷到10.9.0 一说到这儿 肯定有人说 停停 你这个版本太老了 其实是因为 我在录这个口播的时候呢 是X100Ultra 刚刚发布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三个月左右了 这个期间呢 X100Ultra 包括其他两家 固件都一直在更新 那现在这个系统的版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14.0.13 包括我录完这次口播以后呢 又有一次新的固件更新 变成到0.14 但实际上 这些新的固件呢 对于相机的优化 并没有特别的多 X100Ultra 它后期也是更新了 这个1.0.15 那这个版本呢 在相机的部分呢 也增加了120毫米的人像模式 还有增强了成交的一个性能 当然最新也有21.0的版本的更新 但是这个版本也是对于相机没有太多的优化 包括X7Ultra最新的770的版本呢 对于相机的优化也是只有一点点 在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呢 我也是每次版本更新以后呢 都重新做了一些样片的对比的测试 更新了这么长时间的固件 很多人就很兴奋啊 那到底有没有改善X100Ultra 刚刚发布的时候 我就遇到了那些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啊 在讲具体里面的东西的时候 我首先要提一点就是 我之前在用工程相机 包括去线下电 都会遇到了一个问题 但是我视频里面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切换镜头的时候 很明显会感觉到这个机身在震动 你能感觉到是这个镜头啊 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机构 尤其是你在开始拍摄视频的时候 这个震动是比较明显的 即便是现在最新的固件啊 这个震动也是有的 它不是说不存在啊 很多人说最新的版本修复了 但是我的第一个体验是 我这台机器并没有修复 当然对于这个镜头震动 我的这个态度跟14Oltra一样 它晃了咔咔咔响 还有可能是防抖组件比较大的问题 它只要能够保证 我拍摄的过程当中不出问题 它声音在响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之前给大家做 X70 Pro Plus也好 X90 Pro Plus也好 我都说过Vivo的防抖 它妈的它跟X70 Pro Plus一样 也是有抽风的问题 而且抽的很厉害 这位X100 Pro Plus 镜头现在震动已经这么厉害了 它有解决这个防抖问题吗 我们后面讲视频对比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点要给大家说清楚 我不在乎说它有没有震动 我在乎说它有震动的情况下 它能不能把之前防抖抽风的问题 给解决掉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我之前一直不怎么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的买到X100 Ultra的人 看过这个做工没有 就是我手上这台X100 Ultra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它这个盖的边缘 缝隙非常的大 就包括这条也是你可以看到缝隙很大 我看网上还有人插一张纸进去 我之前已经发现X100 Ultra 这个缝隙里面可以卡进去灰了 但是因为我自己都是套壳的使用 所以其实我对于这个缝隙的大小 不是特别的在乎 但是我不敢保证说这个缝隙 它是不是会影响 这个X100 Ultra方称方低的性能 因为不管是X100 Ultra也好 14Ultra也好 我都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做工的问题 缝隙都非常的小 我都在有很多水的环境下使用过 都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我也是提一点 如果介意一个小伙伴的话 需要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最开始我们说过X100 Ultra 它相比于另外两个Ultra 少一个镜头 大家如果看过拆解的话 应该也知道 这个3.7倍的两映像素的长焦镜头 里面体积非常大 它是横着站过来了 所以为什么右上角 是一个假的写了一个Ultra 像了一个假镜头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里面的空间确实是不够了 高像素模式下也是3倍的长焦 有优势 主摄和超光脚就不说了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两映像素 开关打开的时候 它会自动切到3.7倍 这个长焦 拍摄出来这个画面的解析力 还是相比其他两台手机 在3倍的焦段更好的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一个两映像素的长焦镜头 它是否能够替换掉 赤擦和插焦擦 两个长焦镜头 因为你从理论上来说 一个大底的高像素的镜头 很有可能是替代不了 原生的长焦镜头 因为其他这两台手机 它的长焦要么就是光圈比较大 要么就是底比较大 我们实际来对比看一下才知道 在比较照片之前 我还是先要说一句 就是X100 Ultra 是跟X100 Pro一样 还有不支持高效率的文件格式 就是HEIC 你可以看到同样的一张照片 X14 Ultra和X2 Ultra 都是HEIC的一个结尾 而X100 Ultra是JPAC的结尾 也就是说同样这张照片 X2 Ultra的HEIC的文件 只要2.8兆 X4 Ultra的HEIC文件 只要2.4兆 而X100 Ultra就要4.6兆 所以每拍一张照片的话 X100 Ultra 它占用的空间 都要比X2 Ultra 还要X4 Ultra更大一些 所以我再比较回来发现 X100 Ultra 比如说在同样情况下 拍同样数量的照片盒 它有140G 但是X14 Ultra只有95.29G X7 Ultra只要107G 包括后面发布的新固件 我也重新做了个测试 X100 Ultra要105G 但是X14 Ultra只要74G 所以平均下来的话 X100 Ultra占用的空间 都要比其他的手机 多个三分之一 所以用X100 Ultra的话 你手机的容量 相对来说 会要打一个折扣 而且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 HEIC的文件 它的后期的空间 还要更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X100 Ultra 让我用起来非常痛苦的一点 因为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会明显的感觉 手机存储的空间不够 但是X100 Ultra和X14 Ultra 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拍摄照片和视频 数量比较多的话 建议买更大的存储空间 其实这三台手机 对比长焦的时候 非常不公平 因为这三台手机 三倍的长焦 原生焦段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X100 Ultra 它是大概67毫米左右 这样一个视角 X100 Ultra是85毫米 X14 Ultra是75毫米 所以关于长焦的对比 大家将就看一看 这个三倍通过照片上 我相信大家很明显看得出来 X100 Ultra它的解析力是最好的 尤其是上方的防颜的横向的条纹 包括柱子上的装饰的花纹 毕竟它是一个两翼像素码 所以它在正常拍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有超彩样 最差的就是X14 Ultra 我们之前在做X14 Ultra的时候 给大家比过 因为它有一个微距的功能 为了照顾微距拍正常的远景 甚至还不如X13 Ultra 所以这个是X14 Ultra的一个短板 但是X14 Ultra跟X7 Ultra都有5倍的长焦 这几台手机当然也有高像素模式 我们再看一下高像素模式 三倍的画质的对比 其实小图上真的看不出来太大的区别 开启高像素模式以后 X100 Ultra 三倍的高像素模式 还是清晰度比较高的 但是高像素模式 它并不是两翼像素 它只是普通的高像素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它大概也就是七八五十六 六千万像素 相比之下的话 X7 Ultra它的高像素模式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清晰的 但是噪点要比X100 Ultra少很多 而最差的还是说 前面的X14 Ultra 整个画面都是比较糊的 我们来看一下5倍的焦段 在这种情况下 跟一个三倍的焦段做对比 肯定是5倍完胜了 对吧 清晰度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画面的细节显然是更多的 5倍的长焦和X100 Ultra 两翼像素的三倍长焦 这时候是两翼像素 16320 x 14056 跟小米的5倍的长焦的高像素模式 你会发现X100 Ultra 它在两翼像素的模式下 反而还没有高像素模式 那么多的噪点 整个画面也是解析力比较高 甚至相比于X7 Ultra 还有14 Ultra 5倍的长焦的高像素模式 没有差太多 但是如果你比较一下 X100 Ultra的高像素模式 和两翼像素的画面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只是说三倍长焦 普通的高像素模式 噪点会更多一些 反而是个两翼像素 噪点很少 但是解析力 我个人感觉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或者说巨大的提升 这个是绝对有点可惜的 因为这一张两翼像素的照片就很大 一张照片有快40兆的大小 但是像小米5表照片 一张只有5.1兆 所以说两翼像素的长焦 文件体积在大了7倍的情况下 实际上它的解析力并没有好7倍 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 两翼长焦用处并不是特别的大 而且开了两翼像素以后 拍摄完一张会卡很长时间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感觉 其实我认为两翼像素实用性并不高 如果你想要抓拍的时候 它中间会卡很长时间 比如说14 Ultra 它的长焦按快门的时候 中间是几乎没有卡顿的 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 这个体验会让你可以成功的拍摄 很多张的照片 好来看一下两倍 这三台手机都是没有两倍的原生镜头 所以说都是从主摄剪裁的 那么放大以后 看得出来 X100 Ultra是最好 其次是14 Ultra 最差劲的就是X7 Ultra 我也不知道它两倍的焦段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尤其是花纹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彩色的串绕 所以我是特别不喜欢 这样的一个感觉的 对我来说挺失望的 因为我其实比较喜欢两倍的焦段 然后再是一个原生的三倍的长焦 换了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顺光 在顺光的情况下 还是X100 Ultra最好 其次是X4 Ultra 然后是X7 Ultra 毕竟好坏跟焦段的长短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这个是最长焦的 X7 Ultra 6倍和X4 Ultra 5倍 X100 Ultra 3.7倍 高像素模式 还有两亿像素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X4 Ultra的模式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被拍摄的人物 也没有像X100 Ultra 锐化这么严重 你看衣服的黑边都已经出来了 X4 Ultra它是稍微自然一些的 而且你也能隐隐约约看到眼睛 包括乘楼上的纹理 X100 Ultra和X7 Ultra 很明显就感觉到是在作弊 就是加锐化 加对比度 让普通的人 没有什么经验的人 看起来好像画质更好 但是实际上 X4 Ultra的表现是更好 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X100 Ultra 大家看一下两亿像素 其实相比于普通的高像素模式 解析力并没有好很多 再来看一个10倍的长焦对比 这几台手机都是没有10倍长焦 都是裁切 那么放大以后 这时候就看到X100 Ultra是最差的 因为它3.7倍 再裁切到10倍的话 表现不是那么好 X4 Ultra会更自然一些 因为X7 Ultra很明显 看得出来对比度 锐度会加的比较多 我是会比较喜欢 X4 Ultra这样的一个表现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纹路上的表现 你看着X7 Ultra 它好像锐度更好 但其实不是 只是对比度加的比较高 只要如果你仔细看 上面的细节的纹理 你会很明显的发现 X4 Ultra 10倍的数码裁切 细节会更好 怎么说 很多人其实看不太出来 什么叫做解析力 什么叫做锐度 什么叫做对比度 因为解析力这个东西 它是要去分辨 特别细小的一些纹路的纹理的 但是锐度和对比度 都是后期可以增加的 这个东西比较直观 就像加味精一样 但是食材的新鲜与否 还是要看不同的烹饪的方式 还有材料的好坏 这个东西一般没有研究过 做菜或者是自己的口条 不是很好的话 其实很难尝出来 所以我这只能尽量的跟你解说 X7 Ultra看起来对比度更高 但实际上14 Ultra 它的解析力是最好的 那么再看一组顺光的三倍高像素的对比 在顺光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X7 Ultra表现更好 然后是X8 Ultra 其次是小米14 Ultra 它三倍的微距确实有些短板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们直接开到5倍 和X8 Ultra的2亿像素 做个解析力的比较 看一下柱子上纹路 这时候我会觉得 14 Ultra会比较自然一些 其次是X8 Ultra 最后是X8 Ultra 因为即便是2亿像素 我们刚才比较过了 它其实解析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 那么你跟原生的5倍的镜头去对比的话 还是比较吃亏的 而且你可以从一些比较细小的部分看得出来 它还做了一些AI的增强 你看这边纹路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两倍的裁切 很明显X8 Ultra细节是更好的 但是有些人会觉得 它上面好像像素块感觉比较多 但怎么说 我更是觉得 这个还是高解析力的一个表现 你确实相比于X8 Ultra 还有14 Ultra 能够看得出来更多的画面细节 我觉得两倍 X8 Ultra是比较明显的优势 然后是三倍的对比 这组就很奇怪 14 Ultra就没有之前那么拉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表现都还相当不错 很有可能是因为顺光拍摄的时候 它可能画质掉的不是很厉害 所以其实14 Ultra 它三倍的成交 解析力不稳定 也是我相当诟病的一点 5倍6倍 还有X8 Ultra 5倍剪裁的对比 这个就很明显看得出来了 X8 Ultra 这个5倍的裁切 解析力 显然是不如X7 Ultra 6倍的原生镜头 和14 Ultra 5倍的原生镜头 包括再变到10倍 你看得出来 原生镜头的优势 还是比较明显的 不管是对比度 还是解析力 X8 Ultra明显 会有一些AI的增强 对吧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这个纹路 是跟X7 Ultra 和14 Ultra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对比过 或者说你没有看过 原来这个图案是怎么样的话 那你可能会认为 这样的一个AI生成 看着解析力很高 但实际上 它这个图案 是跟真实的图案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比较在乎长焦的话 还是尽量有一个原生的长焦 会比较好 而这个3倍长焦的高像素模式 在高像素模式情况下 因为这个时候 天已经比较暗了 相对来说 你可以看到X8 Ultra 它3倍画面会噪点比较多 包括14 Ultra 也是看起来画面比较肉 就是因为进光量受限了 但是X8 Ultra 我个人觉得它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 不知道是通过一些算法也好 还是说它里面 Smos的一些处理也好 光线越暗的情况下 画面的表现越好 在白天没有优势 反而在稍微偏暗的情况下 甚至是在夜晚的时候 效果比较突出 看一下5倍 6倍 还有两映像素 还是跟刚刚一样 可以看得出来 原生的镜头 还是画质会更好一些 所以关于长焦 我在外面拍了好多的对比 总的来说 我会发现其实X8 Ultra 不管你是拍高像素模式 还是拍两映像素 就是日常拍摄的时候 它其实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解析力的优势 你看到吧 比如说拍远处这个额 很明显 6倍长焦的X7 Ultra 画面的细节也会更好 X8 Ultra就感觉整个画面 马赛克特别的多 毕竟因为它的焦段是比较短的 Vivo的手机 它就特别喜欢给你做一些 让普通人看起来画质一眼好的一些动作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原来真的就这么好 可能他觉得用户都是不太关心的 所以我是特别不太喜欢这一点 把我当傻子对吧 你看到很多人就说 Vivo X8 Ultra画质好 其实这些人只是用过X100拍的时候 这些假的生成的东西的话 给人印象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都不是真的 然后老法师拍个荷花 我觉得X4 Ultra和X7 Ultra表现都很好 但是X100 Ultra没有对上焦 我就真的是想骂人了 对焦的问题是我在使用X100 Ultra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 但是具体的话我会在后面的节目里面详细的讲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 这个焦点都不是对的特别好 所以在拍摄的时候 大家记得比如说像荷花这种东西比较小 一定要点一下屏幕 让它重新进行荷焦 这张是300毫米的照片 放大以后可以很明显看到出来X100 Ultra边缘 有这种像素的阶梯的形状 就说明这个东西可能是用低像素的照片合成出来的 而14 Ultra和X7 Ultra我个人感觉都比较自然一些 尤其是你可以看到后面荷花上的纹理都比较清晰 长焦的高像素模式我还是觉得14 Ultra会比较好一些 尤其高光的控制就没有过曝 包括再长焦换到720毫米 我觉得还是14 Ultra表现的是最好的 X100 Ultra很明显有AI的痕迹 比较清晰的东西它会过于的去锐化 它可能觉得是噪点的地方 但实际上你在其他的照片上 你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不是噪点 这个是荷叶上的纹理 那X100 Ultra就给它当作噪点给处理掉了 抹平了 就会导致这个画面看起来怪怪的 像特别锐但是又特别糊 确定恶的清晰度 包括这个角度也是比较逆光的 这14 Ultra它的光影的控制还是挺好的 而且白平衡也比较准 尤其是比如说荷叶上这边有点坏的地方 14 Ultra是拍的很清楚的 长焦的优化做的确实挺好的 侧顺光 这时候解析力X100 Ultra跟14 Ultra差不多 但是X100 Ultra还是特别拉胯 我都不想说了 然后三倍的焦段 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只要是偏顺光的情况下 这个14 Ultra它的三倍的焦段 画质还是相当不错的 解析力甚至能跟X100 Ultra比一下 数码变焦到五倍 X100 Ultra就很明显的有AI增强 这个树的纹理就不自然 没有14 Ultra和X100 Ultra那么好 再更长焦一点 240毫米 这个X100 Ultra啥情况 虽然说我认为14 Ultra跟X100 Ultra都有一些AI的 你可以看到14 Ultra这边楼的纵向的纹理 它有的有 有的没有 就很奇怪 也不知道楼原本有没有这样一个纹理 但是画面中看出来解析力是明显要比没有原生的五倍长焦的X100 Ultra更好 三倍高像素模式 你可以看到不同阶段做样片的对比 真的非常的复杂 有的情况下是X100 Ultra好 有的情况下是X100 Ultra好 有的情况下是X100 Ultra的好 但是你要概括下来的话 就是X100 Ultra它最大的一个优势 还是在这个3.7倍的原生的焦段 你都能够看得出来相比于其他两台手机 这个三倍焦段的优势 但是一旦换到原生焦段 5倍的长焦的时候 就算你X100 Ultra有这个两翼像素 但是它两翼像素的优势并不明显 所以是完全干不过有原生镜头的 两台Ultra的手机的 尤其是再到长焦 如果是数码变焦再比较厉害的话 没有原生镜头 它中间有一段就是缺失的 即便是光线这么好的情况下 它再数码采切再AI增强 都是没有原生焦段 所以通过这个对比 看得出来 X100 Ultra的两翼像素 存储照片的速度又慢 照片的占用空间又大 但实际上解析力并没有很明显的提升 它跟X100 Ultra或者X100 Ultra的 原生的5倍长焦对比 也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X100 Ultra想要用一颗高像素的长焦镜头 去替代两颗不同焦段的原生镜头 这个策略还是比较失败的 我们刚刚比较的是两个月前的固件 后面在7月份的时候 X100 Ultra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更新 说是在长焦方面有优化 我后面又不得不在很多的场景 做了一些对比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三倍的焦段当然还是有优势 那么跟X100 Ultra5倍的焦段来对比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时候X100 Ultra 5倍长焦的优势没有那么明显了 就说明这一次固件的更新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然后10倍我们之前对比过X100 Ultra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的 结果现在新固件 你会发现赶上来了 跟14 Ultra10倍差不太多 甚至有些细节会要更好 包括在长焦480毫米20倍 也是看着好像解析力会要更好一些 所以越往后面对比 你会发现X100 Ultra就更新过固件以后 就跟以前的解析力是不太一样的 可能大家刚刚看的那些对比的照片 都变得没什么用了 反正在大多数对比的情况下 X100 Ultra三倍还是有优势的 包括数码变焦到120毫米5倍 解析力相比于14 Ultra原生的镜头 看起来也没有差那么多 甚至是高像素模式 还有两翼像素 你会发现两翼像素 虽然说噪点变多了 但是解析力又有一些提升 这时候在跟14 Ultra的5倍的 高像素模式对比的时候 你会发现反而解析力会更好一些 然后这个是三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 随着每次固件的更新 我都要去重新做一些对比 它对比的结论 很有可能是跟之前老板们的固件不一样的 它有两翼像素跟5倍的高像素对比 你会发现画质又好一些 所以我在对比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非常痛苦 因为真的如果像其他的节目那样 就拍一两个场景 拍一两个角度 或者说干脆就直接拍标板 你可以很轻松的得出这个结论 对吧 谁比谁好 但是实际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固件的更新 这么多不同角度的场景的拍摄 其实不能够非常简单的去下一个结论 说一台手机就要比另外一台手机好 这样一个定论 而且不同的场景 你也不知道 不同的算法到底会不会去加AI 还是说原本 就实际的去给大家呈现出来 包括拍人和拍风景也都不一样 你是喜欢这种比较雾萌萌一点的 还是喜欢这种锐化锐的比较厉害的 每个人喜好 它也都不一样 所以只是这边客观的说 哪个好哪个不好 不一定 有些人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表现 可能甚至会觉得糊一点 效果还要更好一些 而且不光是说画质的问题 实际在拍摄的时候 具体的使用体验 像这种照片对比是感受不出来的 比如说两页像素 它可能画质更好 但是实际在拍摄的时候 由于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卡顿 如果你要抓拍的话 或者说你想要连续的拍摄多张照片的时候 这个就相当于完全没法用 反而是14 Ultra它的反应速度比较快 才能够帮助你拍摄到好的照片 这组又是大顺光的情况下 14 Ultra三倍的劣势又拉不开太大 差一把Ultra五倍的裁切 表现又比之前更好了 以前可能很多人就 我没办法接受 但现在好像可以接受了 包括10倍长焦 我们之前比较的 差一把Ultra是落后的比较多 但是现在看 它好像又可以了 再长焦一点 你说差一把Ultra 能把横向的条纹拍出来 甚至比14次Ultra还要更好 这谁受得了 每次这样比 表演以后跟上一次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甚至同一次对比 只是换一个角度 14次Ultra画面解析力更好 细节更多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合理怀疑 14次Ultra这个时候 有过多的AI的增强 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纹路 但很明显这个纹路 它不是原始的纹理 你能说这个是14次Ultra 表现更好吗 所以这种真真假假 就很难判断 到头来 那只能说 大家到底是喜欢哪个品牌 变成了一个选择的理由 然后特别可恶的是 结果隔了一天 14次Ultra又更新了一个固件 还专门说是优化了长焦 结果你这样放大一看 这个三倍的长焦 现在又不差了 高像素模式 也没以前那么糊了 仿延上的纹理又都出来了 那5倍原生的镜头 清晰度又更好 就完全相同的角度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拍摄出来的画面的结果 跟昨天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到后面就拍吐了 你知道吧 而且这些照片 你要一个一个对比 那因为我现在在拍摄的时候 还没有带X7Ultra 那你要带上X7Ultra的话 这个照片数量更多 比较的这个维度更复杂 所以我只能 跟你们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X8Ultra 这个三倍的两翼长焦 优势还是有的 最新的固件 感觉优化的比较好了 但是有时候又不太稳定 你看这两张都是两翼像素 但是拍摄出来 解析力完全不一样 你们又看到 右边感觉好像是老的算法 左边像是新的算法 噪点水平 锐化都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说 你跟我用了同样一个固件 同样的场景拍摄的时候 一定会获得跟我一样的结论 包括后来这次X4Ultra更新的新固件 你会发现它的十倍的焦段 这个算法又更好了 原本没有的细节又出来了 甚至比X8Ultra更好 包括拍人也是 原本是没有什么优势的 现在X4Ultra也是又好起来了 同样的场景像 昨天拍的时候 X4Ultra这个三倍好像解析力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今天拍解析力又好起来了 高像素模式 X4Ultra看起来又自然一些 X8Ultra看起来锐化又更多 裁切的跟原生的五倍的长焦对比 X8Ultra又没有那么大的数码感 那两亿像素跟五倍的长焦对比 结果这个锐化就出来了 解析力反而下降了 我跟你讲真的是折腾 甚至光线特别好的时候 X8Ultra37倍的裁切 要比X4Ultra五倍的原生镜头 画面的细节还要更好 包括到这个10倍的长焦 X8Ultra也要比以前更好 所以其实我很多时候 不愿意比较这种JPAC格式 因为这个手机的算法的因素 实在是太多了 你根本没有办法确定说 高出来解析力 到底是原本原始就能拍出来 还是通过一些后期的处理增加的 X8Ultra3.7倍的长焦镜头 它其实也跟小米14Ultra一样 有一非常好的微距的性能 你直接切到3.7倍以后 它就可以对焦距离比较近 或者说点击上面的超微距的功能 来主动的去开启微距的拍摄 但是我在外面发现 实际上X100Ultra它的3.7倍的微距 它最近对焦距离还是不如14Ultra那么近 这两台手机我的对焦距离都已经最近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14Ultra它的放大的倍率会有更大一些 我给大家对比一下普通的相机的套头 最近只能对到多近 大概是这么远 你想要拍一些精细的小东西的话 这两台手机都是可以满足的 而相比之下的话 因为X焦距它没有微距镜头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最近对焦距离是比较远的 即便是用135毫米 还是不能够拍到更近的画面 其实我用X焦距最痛苦的一点 就是我要拍一些这种小花小草 不太方便的 一个顶视图拍下来 大概放大的倍率是这个样子 再放大以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X100Ultra我们之前说过了 因为它是还有个小虫子 这个三倍长焦是有两印象素 所以即便是拍摄微距的情况下 它也维持了像我们之前做长焦对比的时候 那样一个解析力的优势 所以你会发现放大以后看起来很清晰 而14Ultra它即便是三倍长焦有高像素模式 你可以看到这个算法其实不是特别好 所以看起来甚至还没有X100Ultra普通的模式画质好 所以我一般很少用14Ultra的高像素模式 包括拍了一些其他的对比 反正综合体验下来的话 觉得X100Ultra和14Ultra 在这种普通的微距上的话表现是差不太多的 日常拍的话这两台手机都可以给你很好的一个微距拍摄的效果 所以其实我在外面用X100Ultra也拍了很多这种微距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它的解析力都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这种生态摄影的话 X100Ultra是个挺好的选择 我可以抓拍一个小蜜蜂 但是个对焦还是有点问题 我后面会讲 但是它对得上焦的情况下 解析力我觉得还是相当满意的 如果你不是学要拍那么微距的情况下的话 X100Ultra这个三倍的焦段 得到距离也算是比较近 像拍这种花什么的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如果你想要拍的更近的话 X100Ultra就不行了 X100Ultra只能够拍到一个完整的画 但是X100Ultra还有14Ultra是可以拍到里面的花蕊 等等这些细节 而且背景的虚化你也可以看到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而且X100Ultra你也可以尝试使用高像素模式 甚至两亿相似的模式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假如说你不拍那么微距的东西 街上拍一些猫猫狗狗 这些都是用X100Ultra还有X100Ultra拍 我个人觉得却不是非常的明显 极限的解析力上我觉得X100Ultra会更好 但是我其实更喜欢X100Ultra整个画面的渲染 因为我觉得它的尤其拍摄这种动物身上那个毛的感觉不会那么刺脑 锐化加的比较少 而且X100Ultra在这种比较近距离的对焦的时候经常会出问题 这张也是X100Ultra感觉猫咪身上绒毛都很像刺猬 但是X100Ultra就比较柔和一些 在景深方面的话 我会觉得X100Ultra会更浅一点 因为它的焦端更长 而且叠也更大一些 等效光圈更大 就看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感觉了 我也跟14Ultra做这个画质比较 你会发现X100Ultra又是没有对上脚 但是14Ultra整个绒毛的处理 你就更加的自然一些 没有拍几张 拍两张以后猫咪就跑了 所以大家可以先就看看 它的景深确实也没有X100Ultra更好 然后大家知道14Ultra我给大家介绍过 它是有景深合成的 当你拍摄微距的时候 它的景深会非常的浅 如果不需要那么浅的景深的时候 我想让它前后都稍微更清晰一些的话 景深合成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X100Ultra是没有景深合成的功能的 即便是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调整光圈的东西 完全把它给关闭 我也试过 我们直接这样拍一张 现在景深是完全关闭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景深也依然是非常浅的 所以在拍摄这种小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景深会比较浅 你可以看到这两张照片 左侧X100Ultra 它能够把轮子拍得很清楚 但是后面的车门什么都是在郊外的 14Ultra有对战合成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能够把小车拍得更加的清晰一些 尤其是车的数量比较多的情况下 右边这张是景深合成 你会发现它从前到后 景深是比较大的 就可以拍得比较清晰 中间这张的话 就是没有开景深模式 你会发现车门 还有后面的车 都是比较模糊的 这点可能对一些人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因为用微距的话 很多人都喜欢拍一些小东西 但是又不希望景深非常浅 因为它想要把东西拍得比较清楚 如果你是拍手办 拍模型 或者拍这种小玩具 X100Ultra 它就没有办法满足你 让前后景都比较清晰的这样的要求 而且放大以后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解析力 14Ultra 由于它拍着距离比较近 所以它可以把更小的东西放大 你可以看到 它的对焦距离比较近 那个车就可以拍的比较大一些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X100Ultra 普通的模式和高像素模式 8000x7000 还有两亿像素的模式 有没有解析力上本质的区别 我个人觉得区别不是特别的明显 给它拍一个镜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镜头拍的相当宏伟 还蛮有意思的 拍照方面没有什么好讲的 主摄是RYT 谢谢大家